亚太日报评论员王孝孟,最近乌克兰发布消息车,将接手引渡二手航母为克拉玛帝亚,号的中期维护保养工作。 这艘苏联实弹研制生产的第四艘基辅级航母,当年就是在乌克兰黑海边的尼库拉耶夫道船厂生产的,后来苏联解体后,被分配给了俄罗斯北方舰队,对于俄罗斯来说,这艘鸟中蝙蝠并没有太大价值,于是便送给印度,再收了印度一笔不菲的改装费,由北方机械造船厂帮助改装,印度本来是贪小便宜, 不要钱搞到一艘航母多开心,结果巨额的改装费用,和不断推迟的交货时间,让这艘航母在正式命名前,有了超巨王的美誉,有着超巨王之称的维克拉玛帝亚,号航母现在沦落到无人保养的境地,在俄罗斯改建时候的维克拉玛帝亚号,全套俄系设备,让保养过英系航母的印度造船厂很不适应后来, 这艘改名为维克拉玛帝亚号的航母终于成为印度当前唯一在一的航母,但是,这艘俄罗斯航母与印度过去使用的英式航母完全不一样, 而且更加悲醉的是,印度海军高度不信任自己国家的造船厂,当然,哪个造船厂让国产航母在水里泡好多年,将护卫舰在船屋里面搬船,让潜艇在岸边自己鱼雷爆炸,将龙们吊倒他砸化先行护卫舰,这样的造船厂海军,要是信任就有鬼了,印度国产航母维克兰特2009年开工,2013年下水, 到现在还正,个鬼样子于是,印度想到了乌克兰,想让乌克兰帮忙给自己的航母情绪维护,虽然乌克兰仍然有比较强的造船厂,也有这艘航母的原始资料,但是真要保障这艘已经被俄罗斯人改得面目全非的航母,其实是很困难的,而且航母上使用的各种系统都是俄罗斯的产物,也不允许乌克兰探究还是问题呢? 当年,由码头工人号托轮托出船厂的巴库号,这就是现在的维克拉玛地亚号当年强大的乌克兰造船厂,今年造的最大的船是这艘炮艇,早已失去了航母建造维护能力,不过,俄罗斯自身也基本上失去了航母的建造能力, 而且近年自己的固资聂祖父号航母正在进行长达三年的维护,更没有力量为艳渡航母做保养了,其实,最适合给这艘艳渡航母做4S保养的绝对是中国, 因为当年4艘基辅级航母,除了拆掉的新罗西斯科号,和这艘印度基辅级版,剩下的两艘基辅号和明斯克号都在中国, 和艳渡人将这种航母当宝一样攻着不同,中国根本就看不上这种航母, 两艘基辅级全部由民营企业购买单军式主体乐员工小朋友们参观,在中国的明斯克号航母,在中国的基辅号航母, 但是,毕竟这是中国当年拿到的真航母,所以借着乐园改造的机会,基本上我国已经将这种航母的里里外外摸了个头, 而且中国有把梁格号改装的经验,也有国产新型航母建造的经验,对于俄罗斯改装出来的维克拉玛地亚号毫不陌生, 真要说维护这种航母还不是手到擒来,当然,说说归说说,就看印度敢不敢将自己的航母送中国来修了, 只要印度将航母送过来,保证还你一艘更漂亮的航母,就看你敢不敢, 印度的墙下不是造航母而是拆航母,图文在大国拆船厂拆卸的印度航母作者姐姐, 作者王孝孟,亚太智库研究员,现代国防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军事博主,军事科普作者, 兵器,现代舰船,坦克装脚车辆,现代兵器,兵工科技等杂志,特约罩稿人, 亚太军情观察作者,军委资深军事记者和评论员, 专栏紧购全球军事热点和动态,为读者解析大国国防政策, 地缘军事动向,国际军事技术,新型武器装备,以及军事战略思想等,来源,亚太市。